最新美国青少年调查 三分之二人员使用TikTok、Facebook已被抛弃 多家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将资源持续投入短视频功能中 以此吸引年轻用户 和后期之秀TikTok展开竞争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美国青少年调查 在2015年之后 社交媒体的竞争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如今YouTube位列榜首 TikTok后来者居上 Facebook被明显冷落 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 在今年4月5月期间 对1316名13到17岁的青少年进行了调查 此前曾在2015年做过类似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目前YouTube是美国青少年最喜爱的社交媒体 约95%的受访者表示会使用YouTube网页或应用程序 在2015年调查时还未被推出的TikTok 2018年推出表现出强劲势头 在受访青少年中 六七月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会使用TikTok排名第三的社交媒体是Instagram 62%的受访者表示会使用该产品 相比之下 Facebook如今的地位难以与往日相比 在2015年时 高达71%的青少年表示在使用Facebook 但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下降至32% 同期 Twitter和Tumblr的青少年使用率也有所下降 分别从33%降至23% 以及从14%降至5% 目前多家包括Meta和YouTube母公司Alphabet在内的大型社交媒体公司 都在将资源持续投入到自家平台上的短视频功能中 以此吸引年轻用户 和后期之秀TikTok展开竞争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美国青少年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超过一半的受访青少年表示很难放弃使用社交媒体 三分之一的受访青少年认为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太多时间